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返花市感受气氛 而且花市也将年轻化时尚化的元素融入其中 例如博物馆和传统花市就迎来了第一次花界融合 整个花市的文化品味会更浓 今年我们也是跟博物馆合作 南岳王博物院首次进驻到我们花市 跟我们一起开发联名的海狮文创产品 也希望市民前来感受我们花市的文化品味 当传统花市遇到现代科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年市面游客可以在线逛月秀西湖元宇宙花市 查询花市导览图 我们将手机摄像头打开对准后面的主牌龙 还能进行AR互动召唤飞龙 在线体验龙飞酒消的精彩场景 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花市 现场除了有鲜花、盆花等 还有由广州天河农业局设置的扶贫工业档口 参展地区涉及福建龙岩市永定区 西藏林芝波物园 贵州不折纳雍苑等 战销产品约百多种 今年的中山沙江虚迎春花市 责责添佐省丝、喜湾金龙、舞蹈快闪等表演 市民在行花市的同时 还有不一样的视角体验 我专业做兰花 我今次带了很多蝴蝶蓝 有角色各有蝴蝶蓝工市民来选购 买了我们的兰花 预充着一直平平弯弯 好运一直向你飞来 在深圳 由1998年就开始举办迎春花市的爱国路 承载了很多深圳人的美好回忆 很多市民自小行爱国路花市 并将这份连续传给下一代 起了个大早过来看那个开幕式 过两天 那个人气更旺一些的时候 再带家里的宝宝来感受 就让他们感受妈妈小时候的年味 在机场打车最怕的就是被人拒载 拒载的原因无外乎距离太近 这个找得不太多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广州公交集团最近启动了 白云机场短途专车保障服务 这些专车就是专门去服务 前往机场周边15公里目的地的短途乘客 服务效果是怎样的呢 昨晚10点左右 记者在广州白云机场T1行站楼 到达A区门口 见到有两排颜色不同的的士 正在排队后客 旁边还有志愿者进行指引 在其中一排的的士的车身玻璃上 都贴上了短途专车的标志 有成效在询问过后 来到短途专车上放行李 我大概是六七公里左右 不可以我道行 七公里 我上了车放行李 他叫这个长途是市区短途 我们都可以接受 指示派显示 这些短途专车的服务范围 主要是花都区全区域 机场全区域 人和镇全区域 和白云区太和镇 龙龟街道的部分区域 单程路程大约15公里 在上下点 只要志愿者了解到乘客目的地 距机场15公里以来 就会指引乘客乘坐短途专车 其实我们的服务时间的话是从早上的第一班飞机到每天的最后一班飞机 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点 那旁晚的4点到6点 还有凌晨的11点半 一直到3点半 地铁收工之后的话 这些短途乘客 其实他就是选择出租车比较多 短途出租车 在白云机场T1行站留的 上客A区、B区 以及T2行站留的国内 国际上客区四个区域 都有提供服务 自从2月2号施运营以来 日均接送短途旅客851车尺 有的士司机表示 短途服务比起长途 接单频率更高 虽然要更辛苦一些 但是等待时间更短 而且有了保障 自己也愿意接短途单 都是附近的酒店 它有的转机的 都是几公里 五六公里 六七公里 都是这种短途的路 跟长途的 应该三五倍 翻个三五倍 就比较累 去了马上回来 去了马上回来 刚刚我 这个就是稍微远一点 30块钱 刚回来 负责人介绍 实行短途专车服务 是因为普通巡游出租车 在白云机场调到长排队 等候时间约为四个小时 经过长时间等候 部分司机在遇到短途订单 可能选择拒载 或者服务态度不好 前期很多司机 看到短途乘客 他在意价这些违章行为 其实我们这个短途乘客 的专车 就是专门减少这些矛盾 使司机 也是保障他们的收入 而且去维护整个 广州市 白云飞长 和我们出租车行业的 一些叫做形象 跑长途就是确实辛苦一些 但是适当一个司机 其实相对来说 是会喜欢跑长途多一些 因为始终是机制决定的 走得远赚得多 而且是减少了路途上 找客的这种烦恼 谁不想呢 虽然公交集团推出这项服务 应该说是填补了一项服务上的空白 但是我们都要看到 短途的乘客 它的比例始终是不会太高的 怎么都不会高过市区 要司机去做这件事 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一个是有没有单可以接 第二就是收入 有没有保证 这些事情其实需要做很多调研才行 现在大数据都很成熟 其实是否可以将短途的单 均匀地派给司机 无论是出租车行业 还是网约车行业都好 大家每个月都有那般固定几天 是要去机场的 什么单都要接的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工需矛盾应该又可以进一步减轻一点 其他方面 年28洗那塔 说的就是今天 临近春节 家政服务市场就开始迎来销售的旺季 虽然最近天气一般 都要的了 洗车洗地全部都要洗一次 抹玻璃 全屋清洁 整理收纳 年28洗那塔 是每家每户持久营身的重要仪式 不过随着服务需求高涨 不少市民发现 保险阿姨成为年前最难约的人 特别是近日 广州不少家政服务门店 都因为档期排门 提前关门停止接单 又洗那塔需求的市民 唯有亲自上阵 而除了线下门店爆单之外 线上预约也同样火爆 比如美团的数据就显示 近两周来上门家政服务保洁的搜索量 是环比上个月增长了150% 其中深度保洁的团购订单量 环比增长了130% 擦玻璃大扫除等服务成为了预约大热门 价格方面 逆价往年有所上升 例如这家线上门店 深度保洁三个小时起泊 预约价249元 还有今年兴起的 上门整理收纳服务 按小时收费 平均每个小时150元左右 但同样都需要三小时起约 对此有业务人士表示 家政行业春节隔 是由市场供水关系决定的 建议市民在选用正规家政服务公司的同时 进行充分沟通 因为家政行业已经是一个职业了 既然是职业 我们也遵守劳动合同化 对不对 劳动者就应该在节假日 获得这样的一个加班会的报酬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社会 大家都来把这个认识提高 而都有不少车主 今天为爱车洗那摊 广州不少洗车店都大排长龙 就连自作洗车设备都被逼爆 一些洗车机之前一日 清洗量都是百几部 不过这两天清洗量直接翻倍 甚至深夜时段都有车在排队 年二十八洗那摊 就会用碌柚叶去洗凉 我们都会跟随这个习俗 绑碌柚叶和混合好的碌柚水 给大家进行洗车 给大家有个新年新气象 十分惊喜 都没有想到广州过年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做的 平时可能我们只是洗个人 现在洗完车就更加好 另外春节期间 还有一些特殊纲位的服务人员 不需要在纲 例如海珠区的这家月子会所 因为春节期间 还有十位宝妈入住 为了做好服务 月嫂和相关工作人员 也会轮班值守 而除了春节的三倍人工之外 机构也有派利是 团圆饭、罪餐等福利 因为可能跟我们的职业 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他们提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预期之后 他们就还好 都还是很愿意留下来的 只要是人工高 福利好 过年期间留得住人 就不出奇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过年要花多些钱 做一个做好心理建设 关键是服务好、态度好 磅水那时候 给多一点 其实都是很情愿、很开心的 爆仓 听到这个词 最近可能不少朋友都很有感触 但其实春运 它也是一个会出现爆仓的时间 回家路急匆匆 难免会有些大头虾旅客 就会赖下一些东西 最近这几天 广州南站的失物招领处 几乎就要爆仓 因为每天收集到的 那些遗留的物件 又相近500件那么多 其中在最近这五日时间 单是不见了的身份证 搭在一起 有成米这么高 广州南站 失物招领处仓库里面 分门别类 摆满了各种物品 除了有行李箱、手袋 更加有大头虾留下的 各类广东特产和手术 一些当地的特产 给父母亲人买的零食、奶粉、茶叶、酒之类的 其实都会忘记拿的 急急过来招领处 迎领身份证等物品的旅客 乐意不绝 工作员望都没有时停 工作员介绍 春运十几天 每天旅客围留的物品都将近500件 大头下不见身份证也不在少数 五日时间 收到的身份证踏起身 接近一米高 一个就是由其他旅客检实到 会交给工作人员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工作人员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当中 检实到旅客的身份证 然后再交过来 至于围室贵戒业 或者现金的旅客也不在少数 张生日前带父母来广州过年 出站那时围室了个双肩包 里面有工作电脑和现金 好多包 七八个包 然后因为老人随行 一直操心老人的这个东西 上车以后突然找水杯发现没有 对然后赶紧12306 在上面提交这个仪式 在收到生物认领讯息之后 张生立刻转到车站生物赵领处 包包里面有微软平板一台 雨伞一把 绑纹杯一个 现金有5850 然后核对清楚 然后再签字拿走 核对清楚 非常感谢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少点事 让他们能够争取有时间回家 过节吧 广州南站工厂员介绍 如果旅客在乘车前 发现围失了身份证 可以在12306APP上 打开临时身份证明办理 数脸审核通过后 可以凭以为马入站乘车 就建议大家 就是说还是冷静一点 就是虽然说我们很快就要到站了 很快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但是在零下车的时候 或者说零上车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头遗忘 还有没有自己纳下的物品 虽然不见了证 还有是有办法坐车 但是身份证 很多地方都要用得到 目前12306APP 就已经开通了一个 温馨服务的功能 里面是可以查找遗失物品 特别是身份证这类的物品 只要车站工作人员执到 就会录入这个系统 到时一查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证 是不是跌在车站被人执到 当然最好不要用到这个功能 身份证 现金这些东西 都应该要重点保管的 昨晚我们报道过 就是不少长者 现在都可以免费享受到 坐育的服务 其实坐育 它不单只是一种志愿的服务 它更加是一种职业来的 要做这份东西 它不单只需要勇气耐性 更加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 今晚我们就会带大家 去认识一位坐育师 来看他是怎么做事 以及哄一些老人家开心的 早上 田田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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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在那里走 习号 好 养老护理员林允军 一天的工作由巡房开始 校池养老机构有六层楼 入住了137位长者 他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 陈文文 做什么 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你为什么不让你不吸气 这番对话更似是在幼儿园里面 事实上 年纪越大 越衰遥疼 你不整热他才喝 算了 是�un,算是�un 算�un 在那里算�un 但是我外面有很多人所资 自2016年 由专业学校毕业 林允军就在这间养老机构工作 因为够专业 25岁他就成为了广东南粤家政的五星级父母人员 护理主管温淑晴是能稳均的同窗兼同事 两个年轻女一起在这家养老院共事超过七年 七年中很多往日同事都离开了 但是他们两个就依然选择陪在一帮老还童的身边 坚持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希望会发生什么 希望在养老院越来越好 我就想让他们都对养老院这三个词能够有好感 起码让入住的这些家属都会觉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五休过后林稳均和一帮同事整理好设备 要出发去罗叔和随医家 提供一次过一年前的座育服务 如果长年或者是长时间没有去做过洗澡的这个动作 那水流通过他的身体 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种享受 有水温水流经过这个长者的身体 让他感受到洗澡的快乐 林稳均先向随医了解罗叔的身体情况 度完血压开始准备工作 罗叔很紧张 紧紧抱着伤臂 随医进来小小声安抚他 不用怕的 知不知道 他们很小心 两夫妇都已经八十几岁 前年罗叔第二次跌倒之后 切底起不回起身 随医有点自责 因为我腰骨痛就没办法再和他洗澡 甚至换紧尿肤之类都 脚骨很辛苦 暖气打开 气垫床铺好 瘟疫的水流浪在罗叔的皮肤上 他紧张的情绪慢慢得到舒缓 冲凉是很重要的事 林敏冲说 对皮肤很重要 对感官亦很重要 果然 冲完凉之后 罗叔整个人都舒爽了 好 收拾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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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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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你好 我们休息一下 2023年年初 发展老年人坐育服务 被列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去年年底 民政部发布了国家标准老年人坐育规范 目前广州上门坐育的途径越来越多 行业也需要很多 好像林敏军那样 既热心又专业的年轻人为长者服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注意是这个行业它越来越吸引为一个职业 那可能未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认知症照护员 或者是我们的康复护理医疗类型的护理 会慢慢地从养老护理里面去细分为更加专业的一个板块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行业技能的提升的一个体现 在未来的话 我是认为就是会有越来越多年轻化的这种人才会进驻到这个行业里面 更多的老人也可以享受到更专业的这种服务 那么相关的服务 包括自愿服务 其实不是退休人士的专利来的 年轻人都可以多些参与 下段新闻 春节前夕 采购年货的KPI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充斥阶段 如果之前已经买了少许东西 现在扫了美货差不多了 目前不少老广 包括在广州的港澳人士 都在跟着这些首尾疯狂扫货 准备在阳城街头的烟火器当中 迎接新春佳节 这只铺签都可以 是不是我那套 这个挺像 郑先生和太太都是香港人 两夫妇在广州经商多年 每年春节前 都会一家人一起去一德路行街买年货 而时下的一德路区域 已经是红房一片 对暖 灯笼 礼士风 随处可见 十元两包礼士风 十五元一盏挂灯 平靓正的各种年货 令郑先生和太太都忍不住开启 买买买的模式 根本停不下手 我们买的东西 香港基本上贵了 起码一倍以上 比如我们买一些蓝花 这里我们一支是十几二十元 香港起码我估计五六十元 作为最早一批 来广州发展的香港居民 郑先生一路见证着 瑞港交流的越发频密 由最初帮内地朋友去香港代购 到现时变成反向代购 在广州生活的郑先生感到非常自豪 越来越多人上来 过年上边有购物 买东西又比较便宜 而且又说去玩比较方便 没那么单一 过年如果在香港很多人说 闪闪门就是休息 这方面商场和店铺有很多是开的 起码就说到处备吃 玩玩就真的开心很多 拎回复证节 可以可以可以 除了采购年货 对于郑先生一家来说 每逢过年 另一个重头戏 就为营造一个温馨喜庆的居家气氛 挂灯笼 摆年花 贴复词 一样都不少得 我们在香港过年 通常习组会 上头炸香 船盒 买年吉 摆桃花 全部都是二头东西 装饰上我觉得大致差不多 都是二头的辉春 龙马精神 恭喜发财 还有就是新春快乐 这些辉春一定要贴 营救脱身 龙年快乐 龙年幸福度无家 福度福度 同根同源的文化 同声同气的语言 今时今日 越来越多的港澳人士 都选择来到广州创业定居 今年春节 郑先生也准备邀请香港的亲戚 一起来广州行花街过大年 共同感受这座城市浓厚的年味 我们提早吃团圆饭 早点上去 哎呀好 好夜 好夜 有什么需要买呢 你还告诉我 那我帮你买定先 买定我上来拿 一起吃团圆饭 行花街 行一下一德老海尾街 之后我要带去莲花山行一下 我们潘雨那个望海观音非常出名 跟香港的大嶼山的大佛一样不出名 根本上就说 已经没什么分别的 同声同气就最好了 希望港澳同胞 早点上来感受新年气氛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门店 过年是会休息的 只不过大部分 最多休息两三天就会开门 大湾区也足够大 足够港澳同胞 在过年期间玩过旧 随即快到了 那些喜庆的声响 慢慢开始要占拢了 就来今年来说 不少地方都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度放开了对烟花爆竹的延放管制 广州更加是时隔12年之后 重新恢复春节的烟花回燕 但是烟花爆竹带来喜庆热闹的同时 它又的确是会伴随一些烟伤事故的风险 那类似这些烟烫伤 我们应该怎样避免呢 公开报道显示 因为烟放烟花爆竹被烧伤 烫伤 甚至被炸伤眼睛 从而导致残疾的事故 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甚至还有人在看烟花那时 被烟逐出罕见的肺炎 医生表示 烟花爆竹的燃烧温度 通常可以去到200到300摄氏度之间 由临床上看 烟花爆竹伤具有突发性 和多样性的特点 包含二烧伤 冲击波伤 破片伤 有害气体中毒等 为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烧伤 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 广州地区烧伤定点收治医院 提醒进行专项技术培训 开展应急演练 春节期间 洪汇医院烧伤科 急诊科 24小时提供诊疗服务 我们还将开放烧伤急救律师通道 配置5G技术移动ICU救护区 随时可以接收或者转运 全市的烧伤危重症伤员 医生提醒 如果碰到烟花爆竹烧伤 在上院前 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急救主理 以最大程度减轻烧伤对身体的伤伤 如果出现皮肤的伤症 最要做痛 尽管要把衣服脱掉 脱离至热的 至伤害的因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如果是皮肤的受伤 就把冷水给它冲洗 冷水冲洗以后呢 就用死的毛巾保护和窗面 伤害医院的救治 另外 烧伤也需要护医 医生提醒 响然放烟花爆竹的时候 都要警惕爆震性二龙 在强大的冲击力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我们的骨膜 震破 然后也有可能会引起 这个听力突然的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尽量的 远离这种噪声源 然后呢 可以用手捂住耳朵 或者是带一些这种降噪的耳塞 或者是背靠着这种声源 洪汇医院的烧伤科呢 在广州就比较出名的 但是病就算治得好 痛呢 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就算开通多少条绿色通道都好 我们都不希望见到 有任何一个患者病人伤者出现 今年市区呢 是有部分的位置 放开给大家烧烟花 大家更加要小心了 尤其是拿在手上的那些仙女棚 烧的时候最好看四周围 有没有小朋友经过 千万不要伤到无辜 针对烟花爆竹 延放的一些安全的提示 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要来讲一些针对商家的 目前烟花爆竹就已经进入到销售旺季 为了打击非法储存 运输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和广州市公安局等部门 今天是联合开展了代号为铁拳的 全市烟花爆竹打非统一行动 有些非法销售的摊贩 见到铁拳之后 就发生了以下这一幕 检查中 執法人员在增城街头 发现一个白烟女子 在路边销售烟花 见到有人查 对方立刻走路 并试图阻止记者跟拍采访 这种是禁止销售的 我们会进行这个立案处理 然后对这个相关的当事人要进行问话 要追溯他的货物的来源 執法人员当场将摄氏女子 所售卖的烟花全部没收 在铁拳城区开展的检查过程中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和当地有关部门 组成联合執法队 重点对核区内的香烛店 出租厂房 出租屋等 可能藏匿 储存非法烟花爆竹的场所 实现网格化地毯式排查 他了解 今年进入烟花爆竹旺季以来 广州市已经倒毁 非法储存窝点196个 没收非法烟花爆竹192.2吨 共20504箱 立案52宗 拘留73人 今年广州市虽然是五个区 可以限制的燃放烟花 但是必须在许可的专门的零售店 才能够进行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 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内 进行燃放 确保烟花爆竹的燃放安全 烟花爆竹不准烧很多年了 没有生意做 自然卖这件事的正规商铺 肯定会少很多 留得回来难免就会有一些违规的情况 而打击违法储存 运输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是有必要 毕竟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但是作为官方 既然今年都尝试有条件地 允许市民放烟花 不如都顺手再公布多次 在一些合资格的指定的烟花爆竹店 大家至少知道 现在可以去哪里买烟花 有时路边摊不是说我们想去 而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解决了这个供需问题 这些违规现象自然都会少一点 随着新一轮的冷空气煞渡 回南天最近暂时性消失了 但是这次降温的力度其实都挺大 因为今天上午广州珠海等地 都发布了寒冷黄色预警 气温骤降就令到不少街坊都感到有点不舒服 到底这次的寒冷天气会持续到何时呢 来听一下气象台怎么说 中午时分 黄州落起了毛毛冬雨 不少市民都要雨涌上身 再立顶帽才敢出门 据气象部门监测 今早8点20分 黄州市录得最低气温7点3摄氏度 最后全市启动了寒冷应急响应 11区寒冷黄色预警信号正式生效 受冷空气影响 春节前 广东省雨露天气较为明显 气温普遍下降6到8摄氏度 预计越北部分地区会出现冰冻 直到垂直当日 降雨才逐步停下来 转多云天气 气温逐步回升 有时分不清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好像今天就已经觉得是选错了 走出来就觉得很冷很阴 阴阴阴阴阴阴 忽冷忽热的天气 令不少市民大喊头痕 穿多了又热 穿少又怕冻衬 究竟新以过可不可以在春节假期 回来和大家拜年呢 春节假期的前半段 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会逐渐转成 多云为主的天气 有可能会看见阳光的 同时气温会逐渐的上升 但是早晚的温度依然比较低 所以就会呈现一种 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 这场部门统计 过去10年 广东省春节的平均气温为15.84度 预计今年春节假期 广州平均温度是16.7摄氏度 较过去10年平均偏高1摄氏度 不过假期的后半段 会有小雨和轻霧 主要是在初六到初八 可能会有一次弱的冷空气 南下影响 但这次冷空气的强度 跟我们前期的几次冷空气的强度相比 都比较弱 所以它带来这个降温 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呢 对我们广东的北部 可能会产生一些小雨 或者说是一些雾的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 假期前期海面风力较大 后期擎州海峡早晚有霧 所以假期前往沿海游玩的市民 要注意安全 而假期的后半段 市民反程式 要关注羽毛天气 注意行车安全 广州的这种洞 其实最主要的 始终是南方人 不习惯穿太多衣服 如果穿得好像去东北 那样 实在没有问题 这种天气 我们还要重点关心老人和小孩 特别预防一些心血管病的发作 说到海上的灯塔 对于很多人来说 灯塔最多只是在一个打卡的地方 但是对于船航来说 它就是一种方向的指引 对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现在大部分的灯塔 都不需要人来值班 到目前为止 整个南海的航海保障中心 的70座灯塔里面 只有5座 现在还留住首灯人 今天我们就是要探访 这里其中一座的百年的灯塔 而同这座灯塔为伴的 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首灯人 他最近入选了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 他入得到这个名单的人 他的故事一定是有很多动人之处 若干年后 他成为了孤岛守灯人 守护代表航标的灯 升国旗 巡岛检查航灯 首灯人黄筛明 在这个三分一足球场 大小的孤岛上 重复上述动作 长达25年 以前那些人退休退休 离职又离职 没有人帮你讲话 没有自己 大狗就有 叫阿福 小的又没有 宁丁洋女探宁丁 太太和三条狗 是守灯工作之外 黄筛明生活的全部 早年没有手机讯号的时候 挂念家里 只得过挂 黄字沙角这边 就算是家里的意思 一个星期只能来到一次进行采购 虽然可以顺便探望家里人 但没得过夜 因为岛上每晚都有亮灯 这个工作 常人无法理解忍受 因为寂寞之外 还有空险 比如2011年 12级台风海马来袭 灯塔顶部的鼻雷针 在狂风中截断 呼呼声 好像鬼要那样 那些梦就蹦蹦声 走出去 或者被风刮装 因为很大风 常人见到台风 有多远就走多远 黄筛明反 祈渡而行之 风势稍弱 他立即就登塔检收 今次及时检收 挽回了30万的经济损失 但对于守登人这个群体而言 可能无据狂风 也未算是英雄 59岁 太太相伴 三只狗一座塔 依然是他的全部 我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会有寂寞 会 但是就想到 自己几队都是守寒标的 点了人的老一辈都可以坚守到 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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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上初陀过漫长的时光 孤单狂风 25年里面早已经习惯 轻肯有至爱陪伴 再按一按 他在这里 没有人照顾 很寂寞的 帮他照顾他的身体 煮饭 写日记 记录 多数我帮他写 你都不怕 我当然不怕 临近新年 单位的同事 为黄筛明及家人 送来了新春的礼物 祝福他当选中国好人 而太太郭麗珍 就立即拿出手机 记录下这个难忘时刻 相如已末 始终是最好的浪漫 而两夫妻的儿子 自小也在灯塔下长大 如今都成为了一名航标工 他在另一座灯塔 和爸爸一起看着海 彼此间遥伤牵挂 一代传一代 他们早就明白 亮灯的地方 就是守灯人的家 看到这张灯 以为就冠州了 守灯人这份工作 多数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有点陌生 虽然现在很多的灯塔 已经由早期的电石灯 改成了太阳能 一些现代的灯器 但是要保证灯塔 每天都可以正常发光 它背后始终还是周而复始的 很琐碎的工作 百年灯塔的守护者 一生只做一件事 其实并不容易 即使是守灯都好 黄灿明也是我们国家海洋交通建设的一份子 是一粒很重要的螺丝钉 希望有朝一日 他们的工作可以更加轻松 守灯的生活能够更加多元化 最近佛山街头 有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 突然间身体不舒服 塌下了 交警过来救助 那时候说了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是一句呼叫 到目前为止 这句呼叫 就被网友称之为最正的粤语 究竟交警当时说了什么 这名女子后来有没有事 我们现在上去医院 开个六方给我们 警灯闪上 警笛鸣响 紧急情况下 这个场景令人产生浓浓的安全感 示范在前几天 当时佛山南海平洲交警中队的民警 正在三山长江路执勤 执勤过程中 就见到前面有个女孩 骑着台电动车 情况有点异常 她当时就扣边 趴在湖南上面 文警迅速上前询问 只见摊倒在地的女子 双目紧闭 面部发青 唏嘘唏唇 已经不懂得回答 怎么回事 说不说了 平价平价 叫我一二零过来 她不是笑 你有没有药啊 我们就打开她的包 想帮她找找有没有药 但是都找不到 文警发现女子面识越来越痛苦 呼吸更加急速 于是决定立即驾驶警车 送她前往医院 也有警员安置好女子的电动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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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等车过来 妈妈来 没事 没事 我们现在上去医院 开个绿波给我们 减少了一个等灯的时间 一路都比较顺畅 把车辆清空了 平时我们开车 大概这段路程需要15分钟 通过我们的协调 最终我们是七分多钟 就把这个女子送到医院 因旧事及时 女子避过一劫 两天后她身体康复 来到平州交警中队 拿回自己的电动车 她还专程带来一袋生果 侵文警不備 静静地放在台面 因为他们不肯收 我就只能放在那边 我也明白他们不收的原因 但是还是想着要 而文警在救助中 被网友点赞的那一句 开个绿波 其实就是呼叫后台 沿途开绿灯 对于救治生命 它都是等于一个开通 一个绿色通道的意思 现在路道的车很多 所以这个绿波系统 在关键时候都挺健适的 好了 下边时间 再来看湾区快讯 昨天 南方家 竹电新闻 启动请到广东过大年支 游长龙抽大奖 开埃安活动 由徐席至大年初霸 以及元宵节的十日里面 在指定时间段 由长龙的游客 都可以参加抽奖 每日会有一位幸运仪 赢取一辆全新广气 埃安新款智能汽车的使用权 累计十年 获奖信息会通过 竹电新闻客户端 南方家客户端 欢乐长龙公众号 广汽埃安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公布 随着春节临近 为将一步做好居家养老保障 表达对长者的关心和祝福 今早 广州少月秀区民政局 建设街道办事处 联合平安通服务机构 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对社区内的独居高龄老人 赏满慰问关怀 送上新年的祝福和问候 广东有线在春节期间 会加强值班保障 为居家长者提供关怀守护 近日不少游客到庐山风景区 开展春节前初风旅游 与高山之殿 欣赏冰雪庐山的美景 落响写意迷人的旅途时光 在庐山东线著名景区 含波口湖光山色沉浸在云霧之中 群山染白 阵形剔透的雨嵩在里 品雕欲得的霧嵩在外 将树木重针包裹得密密实实 日险千崖冰玉女 万峰水晶中的壮阔美景 香港特区政府陆续发放 一不过两万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 受批获得奖励金的 大约有六千个父母 由去年10月25日至上月中场申请 政府指发出奖励金后 会透过特定电话号码 向收款人发送通知短讯 强调绝对不会在短讯中 提供任何网站连结 呼吁市民提高警告 避免受骗 好了 今晚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湾区最新闻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最新闻 明晚继续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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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